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躺着也赚钱了 但这一类生意和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以太币 其实就类似是一些躺着也赚钱 楼下买楼前的生意 是的 我们要了解以太坊或者以太币之前 我们先回顾一下比特币 因为如果没有了比特币这个基础 基本上就没有了以太坊 比特币是什么呢? 比特币就是去中心化的金钱 即是说是一个你自己的钱完全自己管 不受第三方不受政府不受银行任何干涉的一种财富 是的 在过去那段时间 我们已经说了很多集有关于比特币 在最近这两个月比特币的爆升 相信也都已经吸引了大家很多的眼球 甚至吸引了大家很多的金钱 去了解什么是比特币 但是比特币呢 其实我们从好的方面去看 它是一个很简单也很完美的系统 但是就是因为它太过简单 所以其实它很多东西都做不到的 是的 所以现在比特币目前只是拿来储蓄财富 是的 那除了储蓄财富之外 我们还可以应用区块链去做些什么呢? 那就是有一个很聪明的俄罗斯裔加拿大人 很年轻而已 今年只有二十多岁 那他的名字叫Vitalik 那在2014年的时候 那他就想着 我建基于比特币这个基本的系统 在上面再加上智能合约这个想法 那就是区块链加上智能合约 那智能合约呢? 我们上次已经有说过了 就是一些在区块链上面会自动执行 去除中间人环节 降低成本 加强效益的一种电脑的应用 那他就说 咦?那我加上了这个智能合约 在区块链上面呢? 那我们其实呢 可以做到很多东西 比特币可以多很多功能 那他就说 咦?那我的长远目标 其实想做什么呢? 他想到很宏大 他想把整个互联网都去中心化 咦?你这样说 难道现在的互联网是中心化的吗? 其实互联网 比较在未有互联网的时候 当然是去中心化了一些 但是事实上 我们现在看看 互联网是被哪个垄断了? 就是那些科技巨头 Facebook Google Apple 腾讯 你等等这些 multi billion multi亿的公司 垄断了很多 互联网上的生意和发展方向 但是大家试想一下 如果我们有车的人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P2P的平台 而不用经过Uber 我们就已经可以租车给有需要的人了 那这个中心化的Uber 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又或者 如果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些平台 是我们可以将加密货币 卖给有需要的人 那我们就不用交易所了 是的 那么这个中心化的局势 就会不存在了 诸如此类的例子 我们还可以继续讲下去 这个就是整个区块链 或者甚至乎以太坊 它整个发展的目标 或者方向 就是想去除了这些中间人 连互联网的巨头都去除了 那么说法 以太坊就是在区块链上 应用了智能合约的一个平台 而以太币就是这个平台上 流通的货币了 没错 那以太币是如何产生出来的呢? 其实跟比特币一样 它是通过挖矿出来的 那挖矿呢 再回顾一下 就是一些很厉害的电脑 那就是它参与了一些损息 然后付出它的电费 那它就不断地很吵的 是的 那它就不断呢 24小时这样运转 那因为它参与了在损息那里 当它解到损息 它就会获得它这个加密货币 那无论比特币、以太币 其实都是一样的原理 是的 那但是呢 矿工呢 就是参与下去这个挖矿的过程里面 那些拿一部电脑出来做的人 叫矿工 是 矿工的收入有两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挖到新的币 是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协助转账 就是说呢 当我们在这个以太方上面 进行转账的时候 将以太币由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的时候 这个记账的系统 其实呢 是由矿工去协助去做 然后全世界参与下去的电脑 一起去更新这个账单 是的 那这个过程呢 你是需要付出电费、劳力、时间、硬件的 那它们合理需要有个回报 那这个呢 就叫做矿工费了 那英文呢 就叫做Gas fee 是的 那其实呢 我觉得更准确的翻译呢 应该叫它做燃料费的 嗯 因为你要从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 其实你是需要燃料的嘛 也都好像刚才那样说 好像一个过路费那样 是的 因为怕过呢 都要比较少少 是的 那所以呢 这个楼下买路前的生意呢 就是这样形成的了 那而目前呢 因为绝大部分的区块链应用呢 其实都是在以太方上面的 可不可以说一下 其实现在呢 在以太方上面 究竟有什么区块链的应用呢 啊 除了以太币本身 因为我们可能投资 买卖以太币 除了这件事本身之外呢 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过的 智能合约啊 Defi的去中心化金融的产品啊 嗯 那我们去买这些产品 或者是将我们的币 拿出来投资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都要经过这个 以太方的网络去进行的 嗯 而当你一进行这个转账的时候呢 都要矿工帮你去做记录 那你都要付出这个gas fee 嗯 这个燃料费 或者要矿工费 还有一件事更恐怖啊 就是稳定币的转账 嗯 那稳定币的转账 我们之前跟大家分析过 什么是稳定币啦 USDT USDC等等 就是我们用稳定币去买卖 其他的加密货币 就是比如比特币等等 嗯 那这些稳定币呢 其实大部分呢 原来都是在以太方上面的 是的 那就是说 我们转账以太币 我又要在以太方 我转账稳定币 其实都是以太方 甚至乎其他Defi的产品 都是以太方 那你说这条路 是不是交通很繁忙呢 没错啊 听你这么说呢 那么多种类类种种的应用 在以太方上面发生 现在是不是那个应用 或者交易量都很庞大呢 很厉害的啦 现在每一天呢 是有70万个活跃地址 就是说 我们的理解可以说 每一天有70万人在上面做交易 OK 那这个是什么时候的数据呢 2020年至12月的数据 是 70万人 而金额有多少呢 每一个月是超过120亿美元 都是说2020年的12月 是的 而注意呢 就是这120亿里面 其实还未曾包括稳定币 现在我们还是说以太币 在以太方上面的一些Defi 或者是ETH以太币的转涨 都已经是120亿了 而大家知道 其实我们转涨稳定币 其实可能更多 所以整个以太方上面的交通 就非常之繁忙了 那有多繁忙呢 我就是昨天而已 我就做了几笔的转涨 转涨一些稳定币 给朋友去支付一些费用 嗯嗯嗯 那我们等了几个小时 都做不到这个转涨 原因是为什麽呢 Gas fee 太低 没错 Gas fee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买路费 是吧 过路费 那原来这个过路费 不是一个固定支出 是 我们现在过海底隧道 走旧税就是20元 走西税就是贵几倍 我们都知道多少钱了 那原来呢 这个以太方上面的过路费 它不是一个固定的银码 它是视乎当时的交通情况 嗯 就是说越多人用 它越繁忙的时候呢 那个费用就会越高了 所以可能 譬如说你昨天做的时候 刚刚是一个非常繁忙的时候 而你用回平时那些情况的 那个燃料费呢 那就不够付了 没错 那我试过呢 最低 现在都要付成 如果算港币 可能二三十元港币 嗯 但是呢 昨天呢 是一度去到百多二百元港币 我才能做到这个交易 嗯 而这百多二百元 其实是什么 手续费来的 是的 那你试想像 如果我要过一笔 很大笔的银码 譬如几万元 或者以上的 那你付出一百元的过路费 那你去银行做过跨境转账 可能都要这个数目 是 是 但是如果我们要过的 只是几十元 几百元的钱 那怎么办呢 是的 那你的交易费用 更高过你要转账的那笔费用 是的 即是好像朋友之间 譬如说夹钱吃餐饭 那些即几十元 百多元那些 是的 那所以如果我们从 矿工的收入来说 当然很可观 因为最近 整个币圈的活跃度很高 很多人参与了 各种的 加密货币的投资 那矿工自然收入多了很多很多倍 但是如果我们站在 我们用户的角度来说 其实我们现在的支出其实是大了很多的 是的 那所以呢 这个游戏怎么玩呢 就是当我要转账的时候 我们先要看一下 那个网络有多繁忙 以太坊 那个网络交通情况是怎么样 好像我们出行的时候 去看一下Google Map 看一下哪条路塞车 那如果太塞车 即是说那个网络费用 那个GAS fee可能很高呢 我可以等一等先的 那我等一等 然后呢 去到它通讯的时候 那个GAS fee降低的时候 我才做这个交易 原来我可以这样做的 是的 那有时候 如果我出那个GAS fee太低的时候呢 那你会发觉 好像我昨晚那样 就几个钟头 甚至乎过整晚都过不了 那我就要提高GAS fee 那它才会过得到 那如果你站在扩工的角度 我们很形象化地去想 就是因为你给的钱太少 所以我不做了 我先做了钱多的那些 然后等我有空 我才处理你这一笔交易 那我们可以这样形象化 那我们想这个 这个扩工如何收费的 所以这件事呢 其实很不符合我们平时生活的习惯 那这个也是呢 以太坊这个发展 其中一个面对的挑战来的 那另一个以太坊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呢 就是整个系统呢 被一个人左右都很重要的 那个就是Vitalic的始创人本身 就是Visad 那大家还记得的话 整个区块链的发展 最重要的核心概念是什么 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 没错了 那当然它是一个技术上的去中心化 很多矿工 很多电脑参与了下去 那但是如果一个人 当然它很厉害 它目前做的很多决定 都是在优化整个系统 那但是始终 人有生老病死的 始终它现在虽然很年轻 它是一个天才 那有一天它都会生病 它都会做错决定的 那到时怎样呢 那反而呢 这一个这么依赖一个人的系统呢 就不及比特币 这么完美 这么简单 因为呢 相反中本聪 它发明了比特币之后 过去这12年 其实它没有左右过 也都左右不了整个比特币的生态发展 没错 是的 那这样我们就知道 比特币它是简单 但是很完美的系统 其实它没有什么功能 除了储蓄之外 以太坊很多功能 很多想像空间 但是它不够去中心化 是的 是的 那所以呢 现在我们知道了整个背景 我们就对以太坊 有少少的概念了 那下一集呢 我们就会跟大家 详细地分析 为什么过去这两个月 以太币会爆升的原因 那大家记住留意我们下一集的内容 再联系一下 我们再见 再会见到这里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